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节目,我是Sani 抱着特斯拉当作第一重仓股的ARK基金,曾经喊出3000美元目标价 这周却开始抛售股票了 木头姐在本周四一共抛售了139,642股 市值大约2684万美元 在2022年以后,木头姐运气相当的不好 买啥啥就暴跌 除了特斯拉之外的其他重仓股都打了一折,再折上折 散户投资者细言木头姐是反向指标 他要是抛售股票,可能这股票都快见底了 值得注意的是,本周他的第三和第四大重仓股Coinbase和SQ 一个是被证监会调查违规,另一个是被做空机构定向爆破 这股价都跌得只剩零头了 还来这么一下,可能是导致木头姐不得不减少特斯拉 用来筹钱补仓Coin和SQ 我们散户也经常会这么做的 把强势股卖掉,去补那些亏得死去活来的弱势股 其实去强补弱是加速亏损的做法 因为强势股机会本来就更多,走势更顺 在大盘不好的时候更看得住风险 弱势股本来就弱 就像个重病的人,天气突然变坏 壮汉可能就是打个喷嚏 而重病之人可能要挂了 那么木头姐自从买啥啥暴跌之后 她卖出特斯拉 那么你说特斯拉是不是该涨了 不过繁殖是一种戏称啊 我个人觉得人都有一定的运气周期 并不是一直倒霉的 有运气爆棚的时候 否则她也不至于荣获2020年女股神的称号啊 盲目的去跟繁殖反着做 并不是一种科学的交易思路 本周特斯拉被国际评级机构从拉基级上调到了投资级 目的给予特斯拉投资级 评级从BA1上调到了BAA3 前景展望为稳定 这一个升级 说明三大国际评级公司对特斯拉在财务状况啊 公司管理等方面的认可 也使特斯拉成为一支蓝筹股 看来这股票是有人抛售 也有人看好 从长远来看 抛售特斯拉去换弱势股不是非常的理智啊 本周市场情绪仍然是偏向避险 投资者有钱也不敢冒险 主要是两个重量级人物扰动市场 一个是新一三鲍威尔讲话 继续加息让市场压抑 另一个就是耶伦了 三天说三个不同的论调 一会儿说存款保险不保证所有存款 一会儿又说要采取额外行动 在我昨天对存款保险制度的分析当中 我认为一千多亿的存款保险资金 根本无法去拯救十八万亿的存款 那么避险情绪升温主要体现在 黄金冲击一盎司2000美元大关 美元指数反弹 日元反弹 美债收益率常常跳水 黄金能够冲2000美元一盎司 说明乱世买黄金 这是一直以来的固定思维啊 在经济形势前景悲观的时候 各国都在比谁更烂 比较不烂的都算是三好生 它的货币居然还升值了 比如现在全球银行业危机此起彼伏 人民币反而升值了 黄金冲击2000美元大关 也不能说黄金有多值钱 而是说投资者都在避险 这个就推高了金价 美元指数反弹两天 日元居然也是反弹 日元一直以来以超低利率 降无可降的特点 成为全球避险货币 这些东西同时出现避险情绪的反应 那为什么会有避险情绪的升温呢 主要来源还是银行危机 星期五以来 德意志银行信用调期大涨 又一家系统性重要银行进入风暴中心了 和信用调期大涨相对应的是 德意志银行在德国证券交易所股价大跌 那么信用调期 是债券发行人的信用做的一个保险 给信用做保险 保险涨价是什么概念呢 就说我们买汽车保险吧 久价了就涨保险费 这是相同的概念 德意志银行信用调期大涨 说明人们预期它的信用状况突然恶化 之前瑞士信贷全面崩盘之前 也是多次出现了信用调期大涨 德意志银行曾经出过风险 因此做过了资产重组 德意志银行总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 是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之一 在外汇交易上占有全球市场15.68% 居十大外汇交易商之首 是欧洲第一大的投资银行 在2017年和2019年的时候 德意志银行分别发行新股和资产重组 不但筹集资金86.2亿美元 还退出了证券承销和交易业务 银行的资产状况有所改善 金融市场突然出现针对德意志银行的做空动作之后 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 对德意志银行有信心 德意志银行的股价在事件发生之后有所回升 但是这个成交量异常放大 说明有人受消息刺激赶紧跑了 从长期股价来看 德意志银行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风光不再了 股价也从100多跌到了9块多 银行股在危机的时候引入新的股东 增发新股 资产重组等等的动作 都会大大息是原有股东的权益 所以危机一来 平时龙眉大眼的银行股都崩得一塌糊涂了 银行业资金仍然在持续流出 网上说香港的银行前满为患 其实香港现金也非常紧张 彭博社数据显示 香港本周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大涨253个基点 涨到了4.14% 这个是银行之间互相借钱的利率 涨了就说明互相之间钱不好借了 要借就要付高一点的利息 从这个隔夜拆借利率可以看出 香港绝对不是现金堆积如山 而是流动性吃紧 美国也出现了银行资金流出 那钱都去哪了呢 去了货币基金了 货币市场基金资产疯狂飙升 已经达到5.1万亿美元 如果说货币流动信用创造 银行在经济体系中提供的是造写功能 现在是银行自顾不暇 接下来对社会提供的信贷条件 只怕会收紧 银行贷款紧了相当于一次加息 市面上的钱就会变少了 这个就是鲍威尔需要的 他要让大家穷一点 免得买买买刺激通胀 尤其是美联储还有一个英王布拉德 都火烧没毛了 他还出来强调继续大幅加息 圣路易斯联储行长布拉德 这个是最鹰派的美联储官员了 他说在经济持续强劲的情况下 他已经提高了对今年利率峰值的预测 是5.5%到5.8%之间 那按他说的 至少得再加息50个基点 布拉德给出了一个前提 就是银行业压力被证明是暂时的 也就是说 要是银行倒闭潮消停了 他主张再加息更多 实际上在美联储本周的加息点证图当中 今年再加一个25基点就差不多了 投资者当然是非常不喜欢这种利率上限 不断向上拓展空间的预期 美联储你就说个准数 美股已经吃不消更多的利空了 大盘本周五脆弱反弹 本周的行情是周一周二市场 冲击美联储会拿出什么利好 结果周二不但没有什么利好 耶伦还乱说话 周三大跌了 周四明面是阴线 实际上是小涨 周五一天下来又是死气沉沉的 中午以后才开始转好 纳斯达克指数的K线图明显强于标普指数 重新出现了久违的纳指强 标普弱的格局 因为国债生育率实际上有明显的下跌 也就是说实时的无风险利率走低 这个对科技股是利好 美股说来简单 只要降息一切就是涨个不停 那市场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压住美联储加息结束 而且根据历史上利率的走势 加息结束之后一段时间 降息的概率走越来越大 降息那还有什么说的 冲就是了 关键资本市场会及时的提前布局 股市总是在一片绝望之中回心转意 所以大家要做好崩盘的准备 也要做好反弹的打算 纳指至少有一个信号感觉不错 那就是经历过本周的洗礼 纳指仍然站稳年线 周五更是小阳线收官 给人下周会有好转的遐想 以1088点为最低点的阶段性底部 目前仍然稳固 大盘除非遇到系统性黑天鹅风险 纳指是不太可能击穿1088点 而系统性风险就不是我们能够预测的了 大银行倒闭这个预测不来 所以我们做好崩盘的准备 却不能超级悲观 那我的建议是不要上杠杆 适当的留点现金就可以了 融资杠杆在目前是比较危险的 比如你融资了两倍 那么大盘万一崩盘 那么这个融资仓位就容易被强制平仓 而后面的V型反转就跟你无关了 标普的形态略差 K线和均线粘连在一起 没有太强的方向性 实际上小半年以来 大盘都是涨跌随机性很强的 在横盘的时候预测涨跌 就是一个自找打脸的行为 它横盘就是今天涨明天跌 一阵子回来一看 还是3950点 但是正是这种横盘 能够用时间换空间 把垂直落体暴跌化为整理 也就是所谓的软着陆 有一种观点认为 早死早超生啊 干脆一下跌到底完事了 在这个位置磨及这么久 真是绝望 其实呢 真的暴跌 人们会下得底部割肉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损失 现在虽然挺折磨的 也只不过是损失点时间和耐心 相比硬着陆 我觉得软着陆 更有利于长期投资者 TITO被11个国家 以不同程度封禁 这些国家包括美国 加拿大 丹麦 英国等 禁止使用TITO 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不可以用 而基本上只是限定在政府工作人员 或者政府提供的电子设备 完全禁止的是印度 从2020年就被踢出了印度市场 后来也一直在争取解禁 但是在2023年2月 印度的TITO办事处的 剩下40名员工也解散了 重启印度市场宣告失败 这些国家基本上是以国家安全为由 对中国的社交软件进行的封禁 本周TITO的首席执行官在美国接受听证会质询 这家公司要么退出美国市场 要么转让股权 从目前11个国家的跟进来看 如果退出美国市场 可能11个国家的市场也丢了 TITO在海外也是比较火 这家公司并没有上市 幸好没上市吧 否则这一波操作下来得腰斩 TITO如果被禁 将会利好一些美股的社交媒体股票 收益比较大的有Meta Google Snap等 像Meta的Reals Google旗下的YouTube的短视频 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 Snap话说也是一些短视频 甚至是基于地点发布的 但是我感觉这个软件的粘性不足 至少我自己就不怎么用 那么周末点评就到这里 希望下周不要再有银行出现风险事件了 以免大盘破位 如果亦有未尽 不凡点击片尾卡片上面的 阳光说说讲故事的视频继续观看 好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